大家有来过日本的农机展吗? 你知道日本农机展和台湾农机展有哪里不一样吗? 这次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日本农机展一探究竟 那这次我们要去哪里看农机展呢? 我们这次是到位在日本关西的滋鹤县参观 农机展位在滋鹤县的龙王丁众和运动公园 我们从进加巴翻站先搭当地的公车 路程大约半小时 沿路上可以看到很多农地 但是公车没有直达 所以我们会先在最靠近农机展的公车站牌下车 然后走路大约花十分钟左右 就会走到农机展的门口了 大家好 我是瑞兴艺母田的阿威 我们现在在日本的滋鹤县这边 要来给大家参观一下日本的农机展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的农机展跟台湾的农机展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就进去看吧 走 这次滋鹤办的农机展主要是有哪些农机呢 大型到小型的农机都有 比较特别的是这次只有日本在地的厂商 其中又以Kopota、九宝田和Yama、Yama这两个厂商大型的农机最多 那我们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农机产品的展示和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滋鹤县是日本主要农业生产的县市之一 所以我们刚刚走过来的路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稻田 这边大型农机的需求非常的大 我们先来看看翼影机 台语叫做灰雷亚 它的后面可以互挂不同的作业具具 水田或者汉田都可以用 像是可以挂上播种机 吃飞机 收获机等 所以可以进行翻缸松土播种的作业 Kopota和Yama的翼影机 都是可以让农民坐上去体验一下的 我们在这边听到很多小朋友都说 Kopoey 那这个田直机就是我们收的插秧机 插秧机的款式有很多都可以一个人完成的 在台湾比较常看到一个人开车 另一个人放秧苗 日本现在新款的插秧机还有自动驾驶的功能 日本是插秧机的发明国家 在这里一次就看到这么多先进的插秧机 真的很厉害 还有这一种水稻联合收货机 台湾大部分用日本进口的收货机收割水稻 有的收货机改装一下 也可以收购其他杂粮 像是高粱 小麦 玉米 等等作物 我看到这些一台价格都是日币两三千万的 不晓得在台湾买一台要多少钱呢 如果有知道的网友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刚刚发现这里有展示一些二手的大型农机 而且看起来状况都还不错 机械的外壳也都整理得很干净 价格至少便宜十倍 不少台都已经有贴条 表示已经被人家买走了 那感觉买二手的还蛮划算的 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多人会用到的割草机 这边割草机很多厂商都有 好像这台手持式的割草机 非常的小 我感觉它应该很轻 因为它整台你看 它可以提着割 我觉得蛮适合个人家庭使用 因为我们一般背负式的割草机 大概都还有十公斤左右 其实对于有些女生来说还是比较重一点 割草机也有这种四轮手推式的 这种我觉得比较适合大草坪的那种场地 这种手推式的割草机 可以割得比较整齐一点 然后这种四轮的割草机 它也有这种自走式的 像YAMAR这一台 很小的很像一台坦克车 可以在斜坡上面这样割草 感觉蛮稳的 但是我们的一亩田 还没有大大要用到这台哦 阿兴老师 你知道什么是纸宝机吗 纸宝机就是农用无人机 它可以用来施肥喷荣药 在台湾就可以看到很多水田都在使用了 因为它有GPS可以定位 所以设定好路线 它就会依照路线自动作业 我觉得优点是农民可以减少 直接接触草药的时间 改善传统人工喷药的成本和缺点 这个驾驶方向盘可以自己动耶 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是利用自动驾驶的技术 像我们刚刚在看户外运影机操作的时候 开车那个人 他可以把手离开方向盘好几秒 这表示说如果他开车驾驶到一半 有可能要接电话或是喝水的时候 这个时候运影机还是可以按照原本 自动驾驶的那个路线进行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刚刚有看到一些 在台湾比较少看到的农机吗 有啊 我比较有印象的有两个 一个是这台除雪机 因为台湾比较不会下雪 所以我们通常用不到 不过在日本比较冷的地方 就还蛮常看到的 它可以把大部分的雪集中起来 这样就不会挡在人活动的地方 然后还有这台电动割木头的机器 它可以把木头割成四个等份 这些可能在一般乡下 需要烧柴火的地方呢 就可以用这样的机器 就不用人工一个一个砍 这样就蛮方便的 你知道葱农都怎么采收青葱吗 不是都人工一颗一颗采收的吗 YAMA出了一台青葱的收获机 它可以直接把葱整株拔起来 这样农民就不用再弯腰了 这个我觉得在日本蛮实用的 因为日本农村人口老化 人力也比较不够 所以很多农机呢 它都是自动化的 这次逛的差不多了 来说一下 资贺农机展和嘉义农机展 有什么不一样吧 我折叠这里跟2023嘉义农机展 都是办在室内的 空间都很大 整个逛下来很好走 还有设置一些吃的东西 和休息的座位区 所以在这边就可以慢慢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2023营营的农机展 它是办在室外搭棚子的 那个时候是9月底 天气还很热 动线感觉比较乱 那我补充一下 就是嘉义办的是国际农机展 除了有台湾在地的厂商 还有日本 印度 荷兰等等外国的厂商 那这次之后的农机展呢 主要是日本的厂商为主 就是Yalmar跟Kobota 所以它的规模相对嘉义的农机展还是比较小 而且日本呢 他们比较喜欢用自己国产的机器 毕竟这是他们的强项嘛 所以不管是吃的或是用的 其实日本都会特别标示它是国产 或是日本制这样的字样 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不管大台或小台的农机 日本的农机展呢都会把它的价格标示出来 那台湾的农机展就没有每一个厂商都标 有些时候还要再找员工来问一下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还喜欢这样介绍农机展的影片吗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哦 感谢大家 那我们下一集见咯